作品二十六号 在原始社会里 文字还没有创造出来 却先有了歌谣一类的东西 这也就是文艺 文字创造出来以后 人就用它 把所见所闻 所想所感的一切记录下来 一首歌谣 不但口头唱 还要刻呀 漆呀 把它保留在什么东西上 这样文艺和文字就并了家 后来纸和笔普遍地使用了 而且发明了印刷术 凡是需要记录下来的东西 要多少份就可以有多少份 于是所谓文艺 从外表说就是一篇稿子 一部书就是许多文字的集合体 文字是一道桥梁 通过了这一道桥梁 读者才和作者会面 不但会面 并且了解作者的心情 和作者的心情相契合 就作者的方面说 文艺的创作绝不是随便取许多文字来集合在一起 作者着手创作 必然对于人生先有所见 先有所感 他把这些所见所感写出来 不做抽象的分析 而做具体的描写 不做刻板的记载 而做想象的安排 他准备写的不是普通的论说文 继续文 他准备写的是文艺 他动手写 不但选择那些最适当的文字 让他们集合起来 还要审查那些写下来的文字 看有没有应当修改或是增减的 总之 作者想做到的是 写下来的文字 正好传达出他的所见所感 就读者的方面说 读者看到的是写在纸面 或者印在纸面的文字 但是看到文字 并不是他们的目的 他们要通过文字 去接触作者的所见所感 节选字 夜圣陶 虚前我们的想象